好 黄院长 各位贵宾 大家早安 那个唐正伟在线上了吗 我一直在线上 我大概十几分钟里来一直在线上 声音应该听得到嘛 应该够清楚 可以可以 非常清楚 真是抱歉 忽略你了 没问题 习惯了 请继续 我刚刚分开蛮久的 好 这个主办都会 等一下我们回去检讨一下 好 第一位讲者 我们欢迎我们的唐碰正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原来也许我们对他不熟悉 但是COVID-19一战成名 不论是口罩地图 或者是 真的是背后的无名英雄 他是有名英雄 那我想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唐正伟来跟我们介绍 自通讯科技应用 怎么在医疗资源不足区 可以帮上什么忙 我想我们就 节省时间我们就 热烈欢迎我们的唐正伟 来 欢迎 大家好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类似一个demo的方式 透过远距的方式 来讲远距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在远距的过程里面 当然确实在COVID之前 像我说什么一个礼拜 有两天这个不要进行证院 要巡回全台湾用远距 或者是什么跑去联合国会议 都开个机器人 因为机器人不用验护照 在当时都被当作是比较奇怪的行为 比较有点怕nearing那种感觉 那但是现在不管是WHA本身 还是联大本身都已经用视讯开了 那每个人都是16比9的一个小方块的这个情况 那忽然之间这个就变成国际上所谓的新常态 那新常态的好处就是大家都花了蛮多的资源 就是本来要用来付机票钱跟旅店的资源 拿来买视讯设备 那他们就发现说经常能用完一次还得再编 但是视讯设备买了一次就可以一直用 所以事实上全世界这方面的就是整备了 我觉得都好很多 那我带我们发现说 当然我们说见面三分情嘛 虽然戴了口罩可能剩两分情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在视讯上面重建这种 见面三分情的状况 那最主要的还是所谓的real time feedback 就是及时的回应 那及时的回应呢 好比像说像现在 like literally这一秒钟 马副院长就说 请问您怎么证明现在看到的影像不是deepfake 那我证明的方法就是你看 我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把它推到highlight上面 然后呢我有一个自然语义的理解 而且还可以开玩笑 那目前的那个AI呢 就是这些所谓整合式的智能呢 其实是做不到的 它只能做中间的这些不假思索的批次的部分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及时的互动的话呢 那么当然这个我现在在讲的 确实有可能像今天稍后在那个大港开场 那个导师deepfake 就是直接拿我闪灵乐团拿我之前录的东西去做deepfake 那所以要知道deepfake还是不是deepfake最大的差别 就是人跟人之间及时的互动 能不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方法来进行及时的确认 那显然不是只有马副院长有这个想法 很多人有这个想法 希望这个目前已经证明到一个程度了 如果现在deepfake能够就是及时的这样子互动的话 我想我们很多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不过可惜没有 好那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是透过投票的方式 所以在这个slido上面 就是从现在开始到大概11点10分嘛 表定时间到11点10分 那就是以票数比较多的 会比较多人按赞的 那我就花比较多的时间来分享 我们目前在院里的一些想法一些看法 那如果票数比较少的的话 我就花比较少的时间 那我们就会准时11点10分结束这个section 所以如果来不及这个破问题的可以请左邻右舍帮忙 那或者如果刚好没有带手机 虽然几率很低的话 那也非常欢迎这个举手提问 我看前面大家好像都有麦克风嘛 那所谓数位麦克风 数位就是好几位 所以也可以很多位麦克风 一起来进行讨论进行发言 那如果没有人爱麦克风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是用荧幕上面的来当做今天的agenda 这样OK吗 OK 好OK 好那我们就开始 那有八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目前国内偏远地区 好像山地离岛等实施的远区医疗服务 主要都是特定的请求端跟支援端之间 有点像是intranet 就是互相已经认识的人之间 封闭式的点对点的服务 但是呢 好像没有一个internet 当时叫做internet 所谓的网际网路 就是说我们跨各种不同的协定 但是我们找到一个叫internet protocol 去把这些跨协定上面再放一个分享的协定 那所以这种不同平台之间相连的机器 仪器设备 临床 影音资讯 如果要互通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理论上这位朋友认为说 可以增进就是选择性跟灵活性 那但是因为现在比较没有这个 所以偏远地区的县市呢 目前就被不同的平台所瓜分 那所以这边提出一个很具体的建议 就是政府是不是应该要主导 来提出远距医疗实施的相关的技术的传输的规格 这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想先厘清一个点 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不提出规格 现在问题是说有太多种规格 如果有那么多种规格 然后我们提出一个新的规格 而没有相应的监理或者诱因的这个方式的话 那就是本来有十种规格 提出第十一种觉得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事实上是造成有十一种规格的那种问题 所以其实并不是一定 就是框定一个规格 就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我在目前的想法里面 大概可以分成两个 一个是说我们接下来会有数位部的提出 数位发展部的提出 那在数位发展部跟 好比像说NCC之间的关系 我们这次就做了一个理清 这个理清就是说 以前NCC它同时去管监管的部分 就是包含公平的竞争的这个环境 或者是所有的这些通讯业者 好比像说五大电信商 它对于不利益的地区 它一定要提供一些像宽平人权 这些比较像是 就是对于产业这一部分的政策 那但是另外一部分呢 它还有就是确保说 它上面的运行的内容 好比像说传播内容 它的公平性 氏族性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NCC会做的一些 对于这个好比像说一些特许的 业者的这些监理工作等等 那这两个在概念上面是 一个比较有点像是踩油门 或者转一点点方向盘的情况 那另外一个是比较像是踩刹车 然后可能是稍微踩一点点离合器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在踩离合器的这个情况 那但是事实上这两个方案 同一个独立的机关的话 它的克责性是有问题的 所以第一个point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要推出一个实际上面 它既有监理功能 但是在产业上面又有足够的诱因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先设计我们自己的系统 就是内部的这个治理系统 确保说不管是在监理上面 它有一个独立的这个公正性 或是说在产业的发展上面 它不会被自己就是一面踩刹车这个绊倒 那这部分大概就是我们在组织设计上面 希望最快在明年年初 就可以设立的这个数位部 可以去把油门的部分 concentrate到那边去 那我们这监理的部分 不管是在卫福部的监理 或者是在NCE的监理 其他地方的监理 才能够比较专心的做监理的这个工作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也相同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 不管是隐私 我看到有另外一个问题 讲的是就是个人资料的部分 当然我们目前有人体研究 生物资料库管理条例 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等的这些情况 那这些情况 我觉得政府它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目前大家都觉得 好像有点卡卡的 不是很确定要怎么样运用 这些法规命的情况下 挑一些有明确的社会价值的这个部分 然后去进行测试 举例来讲 像我们的那个健保卡 健保卡当然大家都是一定会是使用的 但是健保快议通 其实之前的使用率是比较低 大概只有50万人左右下载 那在COVID的这一年之内 就到达超过500万人的下载 应该现在600万左右了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发现说本来 不知道有这个健保快议通的朋友 现在不管是因为他要预定口罩 还是他要就是看自己的就诊记录 健康存折 或者是说甚至是没有用到口罩配额 要这个捐赠给全世界的人到援助 那不管是什么诱因 总之现在这个device 就是每个人自己开始有管理 自己的健康资料这种能力 那在这种能力上面 我们就可以去架设一个 好比相同在远距医疗里面 一个痛点 就是说去刷这个健保卡 这件事情我们很难隔空刷 那当然健保卡 因为它本身有那个三卡认证的制度 大概不会被就是deepfake了 就是资案上问题不大 但是实际上面 就是你要在末端的读卡机 尤其是如果医师护理师 都不在这个个案身边 好比相说他身在居家检疫 或者是其他的远距的情况 那完全没有办法做troubleshooting 那他如果就是健保卡的感应出状况 还没有换成感应 插卡出状况 或者是其他的认证出状况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fallback 没有像说我们现在QRQ扫不道 还可以再介入另外一个代码 这样子的fallback 那像这样子的事情的实证 我觉得就很适合用政府来做 所以我们在去年嘛 就是挑了就是TOTP 就是QR Code的这样子一个方式 然后呢在一些指定的 我记得应该有亚东嘛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实际的院所 那包含有一些无障碍的这个情况 去测试说 我们如果是透过视讯 或者是透过居家照护等等的这种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完善的HIS设备的情况下 我们只用一个端末 然后用健保快一通的QR Code功能 那直接就好像大家在验证三倍券 或者是验证就是我们的口罩预定 或者易放券好像有用到的那个画面 那那个画面现在是显示一个动态的六位数字嘛 那但是我们就在上面再叠加了一个 就是比较容易在镜头前面识别的QR Code的显示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只要隔着视讯的萤幕 双方都不用另外再延伸太多的HIS设备 那这样子就可以直接去取得 相当于刷了健保卡的三卡认证的这件事情 那像这个就很适合用政府来做Prototype 当然未来可能会有很多3-party的App 可能会有很多的SDK等等 但是因为在一开始 这件事情它的business model并不确定 而且我们也不太确定 它比较fit在怎么样的情境 那所以反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先用探索式的方法 先去看看大家包含医护人员 包含实际的个案 对这件事情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然后把它document起来 做成一个de facto standard 虽然不是所谓的国家标准 但是至少大家可以知道说 这样子我们测过 它在自然跟可用性上都没有问题的 那是作为一个像是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就是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子去部署的时候 它就可以不会重新需要付出这种探索摸索的成本 那我觉得这一部分是我们可以主导 但是这个的前提就是民间并没有任何其他人 已经做到一个de facto standard 不然的话我们就做de facto standard 但是忽略民间的话就会出现 刚刚讲到就是又多一种standard 这样子的困难 有24位朋友们问说 那目前实际做远距医疗实施 我们刚刚在讲的是刷健保卡 诊查 这个到底算不算亲自 等等的这些问题 那但是在诊查完之后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处方药物的开力跟交付 那这个问题是说 我认为在偏远地区 是不是有可能突破现行的法规限制 进行无人机的送药道府 确实无人机送药是 我觉得非常exciting 是让人感觉非常有意思的 尤其是无人机 它在可能常常塞车的这些地方 那它的infrastructure 如果足够的话 那确实它可以bypass塞车的 这个问题 那当然无人机 有无人机本身的问题 好比像说天后不佳的 这个状况等等 那所以现在除了无人机之外 好像也有很多别的探索的方式 行动邮局 外送的摩托车 等等的这些方式 但是我想最主要的 还是那个钥匙 亲自去递送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 像我们之前在 因为今年是第一次 这个健保肌肤 远居医疗 我们在前面两年 对于一些比较不需要设备的 好比像说心理师等等 都已经跟相关的协会等等 去做了一个确认 就是说虽然心理师在一处职业 但是并没有 strictly speaking 并没有说个案 也一定要在那一处 只是说心理师在那一处 就可以了 那在那一处也只是说 我要register 就是我目前工作的这个位置 那所以如果他这边的资案 没有问题 视讯连线没有问题 那他跟个案中间的 这个consultation 基本上个案是没有 一定要在哪里的 所以同样的 不管是在行动邮局 或者摩托车外送 或者是无人载具的 这个情况下 那只要到最后 终端他碰到这个时候 我们在interpretation 就是在解释上面 成立这样一个相当于 亲自的确认的这个情况 而且我们也可以运用 就是类似刚刚的那种方法 来确定这位钥匙 不是defake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他就可以 一定程度上面 不会说 好像非得用无人机 或其他无人载具不可 而是可以按照因地制宜 就是那个地方 所需要的各种载具 你只要是能够让他的 可进性提高 而且他的就是cost 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觉得这部分 应该我们在法规条式上 就可以像之前 心理师那样子 就多做几个垂直的 就是场域的实证跟验证 18位朋友想要问说 因为ICT的自动讯发达 未来可能会发展 云端会诊的咨询诊所 以我理解 现在其实有很多 就是会诊的群组 已经在做类似的事情 那当然也有可能出现 所谓专门进行 远距医疗的平台商 就有点类似 现在就是有一点像是 那个刚刚讲 心理师有个FarHux 就是明医的这个团队 其实这个团队 它就是一个平台上 在配合一些 跟他们类似靠航吧 的这些心理师 那这边的朋友问说 请问对于这样子的 新兴的产业 要怎么样子的法规 来进行管理 好比像说 医师法 或者平台的奖励条文 评鉴奖励条文 或者是由中央 自行规划 云端会诊的咨询医院 来建立这个管理的模式 以我的理解 就是我们目前并没有 说你透过远端 或者透过平台 来进行这些服务 这些服务就somehow 不属于他本来服务的 不管是监力 或者是奖励的机制 我们一直都是说 这个平台 它只是进行一个媒合 那当然如果他实际上 有决定他的 好比像说 排的顺位啊 价码啊等等 那他就会受到 国发会的平台 经济法规条式的 那个要点的一个规范 就是他要负起 他平台本身的责任来 那当然他如果主张说 他只是好像就是 你知道就是贴广告 然后大家就自己看 像呼叫小黄 那样子的方式的话 那他连这个部分 都不一定需要 负这方面的责任 他只要尽基本的资安 跟消保的责任 或各自保护的责任 就可以了 那所以这个目前是 我们对平台的基本的 就是法律上面的 这个概念 那至于就是所谓 中央自行筹划 云端会诊的咨询医院 来建立管理模式 那同样的道理 就是如果现在民间 他因为还没有 很明确的商业模式 还不是很确定 怎么样做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在 社会意义高的地方 用中央的力量 来做试点的pilot 是可以的 就好像当时的远居诊疗 甚至在医师法修改 这个护理师 还不能有远端的医师 就是在他的指导之下去 进行医疗处置等等的时候 就已经在兰语 是透过总统 被黑客松在2018年 进行了这样子一个 Proof of Concept 所以我觉得中央在 非常掀起 做Proof of Concept的时候 是比较适合跟地方政府 一起来规划 一起来介入的 但是如果已经开始出现了 他的business model 甚至这个business model 已经是social norm 就是大家都觉得 是可以接受的情况 这个Proof of Concept 已经被社会所接受的话 那我觉得这部分 就应该是回到 就是本来的 就是这边讲的 意识法 评价奖励条文 它就是对大家来讲 就是接触到 同一位意识的 不同的咨询模式 或者是不同的通讯模式 大概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来讨论 有18位朋友们问说 人手一击的年代 透过远距科技 是不是真的有机会 弥平健康照护领域的 城乡差距 我们又应该要 怎么样子来降低 偏远弱势地区 人口的数位落差 包含基础建设的落后 以及数位装置的 适能 以及接受的这个程度 当然我们现在的做法 就是我们在 COVID-19的这两年 已经看到说 大家至少在疫情 比较严峻的时候 大家就发现说 本来的学习权 或者是健康权 通讯权 这些最基础的东西 如果在全世界 就是没有步道的 这个地方的话 那就不是只是一个 经济发展的问题 而是一个人权的问题 所以以我的理解 就是不管 卫福部这边 或者是教育部 他那那边 交通部等等 科会办 大概都在疫情 比较严峻的时候 去测试 不管是我们通过 本来的雇网或5G 大家4G 5G 大家本来的这些 可进行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因为 比较公开的有讲说 在台湾任何地方 如果没有10Mbps 的接取的方式 那就是我的错 所以我常常就会 接到一些email 好比像说 在那个阳明山 集中检疫所 之前就有一位朋友 写一个email 说这封email 他花了半小时 才寄出来 因为他风暴一直掉 没有任何一家电信 能够去接到 他那个部分 虽然靠马路 那个部分好像比较强 但他那个地方 是没有办法的 他就说 就是14天 如果都没有串流 盈盈可以看的话 他觉得14天 非常难度过 那但是 因为我已经公开说 这个不行 就是我的错 所以他当然就 email就寄给我 那也没有辜负 他的期望 就是不到14天 就在那边 我们就协调 NCC中华电信 弄了另外一座基地台 所以那个地方 现在就收得到 10Mbps per second了 虽然我们架好的时候 刚好他就已经 脱离集中检疫了 不过可以说是有 这个有贿责于后人吧 应该是这样子讲 对 那这个就是 这个commitment 是非常大的 像那个内政部也说 他们黑鹰直升机的 就是不是做任务 汤词的训练汤词 也可以用来 就是拿这个基地台的 零件组件 然后放到山上 偏乡啊 等等的地方 所以至少在 connectivity 就是去克服地域 新限制 让连些 得意发生这件事情 我想这个我们则无旁贷 而且一定是用宽品人权的这个方式来做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同样重要的就是因为这边讲的是有点像literacy嘛 就是装置的势能嘛 那但是我们现在常常都是在说competence 那素养 那competence跟literacy有一个最大的差别 也就是literacy是人家已经拍好的节目 已经运作好的这个系统 已经写好的文章 那我们只是要确保大家都看得懂 或者是说都能够理解 或者最多就是稍微带着一点点这个批判思考能力 能够问得出问题说 这个是不是defake之类 那这个是literacy的部分 但是我们现在不管终身教育还是国民教育 我们比较强调的是competence 就是我们自己也可以自发的搜集数据 那当然像空气盒子是在这个环境领域 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个概念 但是好比像说在媒体素养的领域 那任何人都可以来fact check 这个三位总统候选人的及时的这个辩论 或证件发表等等 那只要有参与这样子资料搜集 资料取得 然后资料的发布处理等等的这些活动 那很多人就会发现说 我自己稍微改一改 那我也可以去帮助我自己旁边的人 就有点像是 大家在看口罩地图那个例子的时候 重点不是只是健保署每30秒钟 发布一次口罩的存量 而是说我们开放了API 那每30秒钟更新一次 让超过100个不同的开发者 任何人他觉得说没有美语的版本 他就写一个美语的版本 如果他觉得没有阿美语的版本 他也可以写一个阿美语的版本 所以重点就是说这个literacy当然是第一步 但是我想接受度要高 还是要有实质的参与 那实质的参与就是我们所谓的开门造居 你行你来 就是觉得任何一个偏向他 这个appropriate technology 这个适当的科技 没有符合他的在地的需求的时候 他可以appropriate这个technology 他可以挪用这个技术 然后自己去按照我们的open API open data去开发一个比较适合 他们当地的这个情况 那只有在当地的 好比像说的社造界 地方创生 或者是现在有很多大学的高教生根 等等 这些学生 包含社区的长者都觉得说 那我们可以自己做出一套 我们比较相信的东西来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真正的接受度才能够达到 那有24位朋友们问说 是不是可以让病人在全台各地医疗机构 检查数据做分享 减少病人虽然在不同医院就诊 而做相同检查的情况 当然是可以的 其实我这个跟健保署的朋友们有讨论过 健康存折是叫健康存折 并不是叫健保存折 所以虽然他目前当然现在是健保存折 是他的主要的核心的功能 但他后面这个由大家所相信的 他只能在公务目的使用的 不会莫名其妙就变成有那个 就是植入式广告 忽然间跳到大家手上 等等这些大家比较担心的监控式资本主义 基本上在我们健保署的 infrastructure跟他的法令的 infrastructure底下 应该是比较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那因为他的可信度这么高 所以由个案端自己产制的这些数字 理论上也应该要可以储存 那同样的医疗机构 他如果有检查 然后比如说 如果个案的手机上面 有放一个从X-ray 可以去检查 他是不是有COVID的这个APP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是 直接从健康存折 从健保快一通打开 然后这个照片下载 然后分享给那个APP 然后那个APP就可以直接在端上 也不用上传到云上 去进行这方面的运算 那这个就是 当然如果他学习到了一个新的model等等 也许可以用分散式学习 联盟学习 在不影响各自的情况下 然后再分享给这个演算法的开发者 但是我们的健康存折 就是一开始的这个很强的 很强的privacy protection的norm 就是各自保护的常规 我觉得是大家会愿意使用的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确实是可以把它延伸 作为一个仓储或者是汇流派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那这里面就需要很多 好比像说我最近在跟国防中心合作 说如果我们现在就是一些 不管biobank或健保署等等的这些资料 他可以去拿去国防中心做运算 但是国防中心从头到尾都看不到这个资料 那这是所谓的同态式加密 homomorphic encryption 或者是secure multi-party computation 就是安全的多方运算 那国防只是提供算力而已 但是他从头到尾什么都看不到 那这样子的话 他就可以让我们刚刚讲到的 各个医院各个诊所 他想要加入同一个计划 并且分享资料的时候 他就多一个更大的这个汇流派可以用 也不会局限在健保署现有的 这一个算力或者是频款上面 那所以这部分我觉得 这是蛮值得投资的 那这个也是我们目前 就是我自己有下去协调 说不定会像之前口罩地图一样 需要写城市 我也来写点城市 这样子的一种开发方式 那剩五分钟 那目前有19位朋友们问说 这个目前应用于医疗资源不足地区的ICT设备 就像我们现在的远距视讯 或者是穿戴式的装置 那搜集记录过程的资料包含 当然个人的基本资料 生理参数 以及换部特征 那这些资料 当然因为他在端取得嘛 所以比如说我一定要到 特定的大型的诊所才取得 这个取得频率一定是增加 解析度也有机会增加 那所以目前是不是有规划 相对应的政策跟规范 来避免资料外流的风险 确实是有的 刚才讲的分散式的学习 或者是Secure Multiparty 或者是同胎加密 都是新一代的所谓的PET 就是增进各资的技术 那我们如果有这些增进各资的技术 我们就不会限于以前的那种 好像资料都必须要集中 必须要正规化 那让那个集中的地方 去承担全部的这个资安的风险 然后又变成就是黑帽骇客 非常有诱因入侵的这个地方 那就是如果没有存个资 其实也就没有个资外泄的问题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现在规划 就是尽可能让提供算力的 就专门提供算力 那需要这个大规模的储存或频宽的 专门去做它的频宽跟储存的分享 那但是在中间就用这些PET的技术 去确保说不该它看到的 它就绝对不要看到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自通安全法 通过之后 我们就继续加强他们 在集合上面要应付的义务 那去垫高它的成本 以至于到最后大家就觉得说 我一开始这个个资 我帮忙运算就好 我根本就不要看到 我就可以免除这些 集合或者资安额外的这个成本 所谓这个没有盲场就没有盲场言 就是他自己最好不要碰这些个资 个资全部都在端 去进行运算 那这部分我想我们这边的技术 也已经算是成熟 国防本来是说 可能要等一两年才会成熟 当然我请他们实际去测试 通胎加密 这个在我们YouTube频道上面都有 他们发现其实今年就已经成熟了 就已经在就是可能几千笔左右的运算的话 其实完全off the shelf 他们已经有足够多的算力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部分我们之后也会做一些proof of concept 好那我们可能只有时间再做最后一个 台湾在这一波全球KV疫情里面相对安全 所以低接触运作模式的需求 好比方远去的教学会议工作医疗都比较低 当然除非你要做国际会议 那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需求是非常高 我现在每天大概六点多醒来 一醒来就在美加的东岸 那我要班晚要下班前 每次都在欧洲或非洲 每天都要跑大概四个左右的时区 所以这一部分 我是觉得需求其实一点都没有比较低 是非常高的 所以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只要跟国际上面有合作 我想我们这边的需求 还是可以去探索去满足 这是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们看像Garner 他们去年有访问所有的这些国外的大的机构 其实在那些比较不适合远距的场景里面 他们就说疫情一结束 大概有一半的场景 他们也没有打算 就是用远距的方式 因为远距的方式毕竟还是有很多困难 或者是troubleshooting的困难 或者是沟通 或者没有见面三分前的那种状况 那我们目前的感觉 就是说像今天这种知识性的分享 当然透过远距只要评宽足够 大概就可以 但是在个案关系的建立 在一个共同的咨询小组 或者是共同工作团队 这种的建立等等 那可能透过这种二维的视讯 其实还是视讯最多只有两分情 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不会觉得说 我们是要为KPI而KPI 好像为了要聘行动支付的使用率 然后就不抓假钞 就不要便利商店设提款机 我们是不会做这种削足视力的事情 我们就是在适合使用远距的时候 使用远距 那不适合使用远距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所谓augmented reality 就是一方面是面对面 但是也透过线上的直播 或者是甚至之后的AVR的这种方式 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房间 但是并不是把一开始 就是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房间的这件事情 用自通讯科技把它取消掉 Digital是连接人和人 IT是连接机器跟机器 所以我觉得我们 我作为Digital Minister 主要还是要连接人跟人 那我们就准时结束今天的演讲 最后一个问题问我吃饱了吗 已经吃饱了 非常谢谢大家关心 谢谢 非常谢谢 台湾正伟 在这么短的时间 你可以发现他讲话的时候 中间几乎不呼吸 不是不呼吸 不停顿 非常非常烈 那是不是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往下一场 好吗 再次谢谢台湾 台湾正伟 非常感谢 拜拜